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指标 那今天是元月四号 今天是礼拜五 好 OK 那今天台股受到 苹果调降猜测的影响 那导致稻穷做一个大跌 那今天跳空下开 那昨天苹果盘后公布 它调降2019年 第一期的一个财报 事实上这个利空大家都知道 所以礼拜五凌晨 美股会大跌 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今天跳空下开 那中场只有跌109点 但是各位请各位注意 雅谷里面上阵恒生南韩 它可是涨的 那日经是因为昨天没开盘 所以今天再做一个 所谓补跌动作 也是告诉你 其实美股的部分 有慢慢跟雅谷做一个 所谓脱钩 那我们今天跌109点 但是量1059亿 也没有做一个扩大量的动作 好 那怎么去看这个盘 那我第一段测标给各位是什么 灰车到够人 那以前老人家的 就会一个比喻嘛 灰车到够人 崩壁 紧绷 因为以前没有北回 没有北回铁路嘛 你中关线火车最后一站就是 对不对 北上最后一站就是 到那个基隆嘛 那到那里紧绷嘛 那代表什么意思 我写这个 只是加深各位一个随的印象 也是告诉各位 空方紧绷啊 那我昨天有跟各位讲 落底 1月3号 讲1月4号 昨天我们跟各位讲 落底这两个字 我都有留下证据 元月4号落底 记住 昨天我在讲这个 你有没有再注意听 那为什么今天在这里 它会呈现一个所落底 那事先我们就做预算的 我这跟各位讲 我调整出来 93604 多底 这短线哦 9440是空底 今天最低9319 那高点9427 那预算的是9440 调整过后 今天收938 重点在落底 落底 好OK 那直接先跟各位讲 我都没有再跟各位讲废话的 这是加权那部分 你技术分析就没看到 我说我破9635以后 以下属于超跌 了解吗 9635以下属于做超跌 当然你还在搭配其他的技术分析 等一下我会讲苹果跟 道琼 这里是多底 这里是多底 多头抵抗 那今天带一个所谓下影线 那今天是呈现一个所谓破线 请各位注意 我已经跟各位讲了 主力作手 高手一定是在破线买 今天破线一定很多的高手在买 但是一般的散货他不会买 这个怎么去算的 你说我会我会教你啊 我会教你啊 那用这个看 你要再搭配什么 苹果股价 苹果股价在封关前 12月26号我跟各位讲144.48 对不对 结果他谈到157 对不对 谈到157 这边最低 最低来到146 谈到157 那今天苹果 礼拜五凌晨 苹果是收142.08 已经来到这个点了 第一次碰到做反弹上癌 然后呢 今天苹果调降裁测以后 直接刷到142.08 那也就告诉你苹果 因为单线 单根没办法破12345 听得懂吗 力量薄弱 这有一个剃帮啊 你这样跌下去 苹果来到142 对不对 跌破这144.48 那谈生上来 第二次在破了以后 那破了以后 这个叫做假跌破 好 然后 那我们来看一下 道琼的部分 好 道琼部分 我之前跟各位讲 这个低点怎么算 我在节目上有教过各位 那上来我跟各位讲 23342 对不对 这条线 就来到这边 那我在节目上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压回来 这边是多底 这边是强烈多底 那强烈多底就在这里 来 你这样看得懂吗 我把这削掉 免得你看不清楚怎么一回事 算的以外 你再抓加这一个 这一根是弱底K 这一根是多头抵抗K 因为带下影线 那这一根是前面的一个 所谓的沙多K 的多头抵抗失败 那它的点在 这个点是在22644 然后这一个点 开盘点 是在多少 22629 所以道琼来到这边是碰这个点 他会先下来 然后碰这两个点 再加记 你用看了以外再用算的 所以我就告诉各位 礼拜六凌晨的道琼 会反弹 而且反弹的幅度 应该蛮大的 因为为什么 第一 苹果落底 第二次 单根破 四 单根破五根 这叫假跌破 因为142.08 对不对 第二个 我刚刚已经讲过的 22 这一根 这一根 还记得吗 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到这里 所以 道琼会做一个车反弹 就这么简单 那重点 我再跟各位讲 这里叫落底 我会抓这个落底 你以为有这么简单吗 不是 好 道琼的部分 我们抓一下 周线 这是道琼的周线 扣高低转折 下周 道琼在这里 下周扣低转折 像这里是扣高转折 它会跌 看得懂吗 来到这边 扣高转折 它会跌 周线的部分 现在来到这边 下周 这是未来三周 那下周 是扣低转折 它会形成线上 做多盘 所以我都跟各位讲 苹果股价落底 然后呢 道琼的部分 我用算的 还用看的 还有其他 不方便教各位的 所谓技术分析 都跟各位讲了 代表 再来开始在做反弹 那现在投资朋友 在看什么 今天我跟各位讲 一般股市在跌 个股在跌的时候 其实你反而是要参加 头顾老师最好 在相对低 参加头顾老师最好 但是呢 在相对低 一般的头顾老师 他只会告诉你 保守应对 要放空 要保守 要卖掉 那我都跟各位讲 现在机会来了 所以我都跟各位讲说 有时候 应该你要反向思考 赢家都是希望跌 我在相对低档买 来 今天我买国具 我昨天说我今天会买 前天我不买 因为苹果股价 昨天我就讲过了 前天就讲 昨天也要买 那因为苹果股价 调降材质 我昨天没买 今天我就买了 为什么我今天买 我今天买 好 我看 我教这个东西 华兴科 140 国具289 那华兴科 跟国具两个 它的股价大概都差一倍 那之前 最近国具跌得比较凶 那华兴科 跌得比较少 他们两个在做一个 所谓的调整价位 那调整到接近两倍的时候 国具现在是289 华兴科是140 140乘以2不是280吗 对不对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华兴科的部分 这最后一盘 1189 这有人买 然后呢 国具最后一盘 跳空下开一档 那有人底下在接 那就是在相对低档了 那我再跟各位讲 我现在用这个给各位看 我问各位 我把这一线消掉 我现在问你 我一直跟各位讲 高手一定是押回整理 跌市或破线买 好 那我现在看 我问各位 国具这里谁买的 高手主力作手赢家 这里谁买的 高手主力作手赢家 这里谁买的 高手主力作手赢家 这里谁会买 赏户会是在这里买 不会 赏户会买这里 会买这里 了解吗 赏户不会买这里 记住 赏户永远是错 他不会在低档买 只有主力作手 会在低档买 所以主力作手 他在做股票 看到跌他很高兴 那我也是这样 今天跌下来 很好的买点 再跌下去 我再用力买 我再用力买 他顶多会到哪里 直接跟各位讲 最差就来到这里的 但是不会来 因为外资条件 他在260嘛 对不对 最败的在这里 这叫国具 260它是不会来的 因为外资 调降的部分 它永远不会来 就比如讲 我举个例子 有神盾的 你告诉我 外资是不是在这里 调升神盾 对不对 来 赏户会不会在这里买 不会 会不会在这里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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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会 它会过前高开始买 那来到这里做调升 散户这里会买很多 结果是这样 记住我一句话 股价涨了一段 外资在调升 它的投资价位 就代表 那个价位不会来 代表 外资想要卖 但是一般的投资朋友 看到外资调升 就冲进去 然后外资在这里 调降到260 就代表 260不会来 我之前跟各位讲 你在到297 破297 这里可以买 30 我最后一次买 是买309 309 我照讲啊 我照讲啊 一般的投资老师 他不会跟你讲 他只跟你讲 反正我在低档的时候 我很敢买 了解吗 就比来讲 你前程参加有LINE族群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 这一根 宏达电破线 你参加有LINE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 低档出量股 打勾勾 有没有跟各位讲宏达电 有没有 你告诉我有没有 有 你自己去查嘛 12月28号 12月28号 我给各位低档出量股 你们都没在注意 然后 然后呢 5483 今天的中美金 继续涨 那我中美金 怎么跟各位讲的 第一次买点在这里 48.1 最低47.1 破线 你不会买啊 我买啊 头顾老师大概只有郭宪政 是押回整理 跌势破线买 了解吗 那涨很多的时候 你 你再看好 我在卖 中美金 我是不是这里买 这里我卖掉 赚了四成多 结果后面这左右多 我是跟各位讲 87.7跟88.8 这里你要 你要卖 那这里呢 外资就开始讲 中美金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矽金元 一样供不应求 但是来到这里 他告诉你 矽金元 资本支出 减少 这里做利多 这里做利空 那你事先把它算出来 第二次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中美金 12月25号 如果留下证据啊 对不对 那 今天呢 来 大盘是跌 他今天量创三四天的一个新高 今天做密室盘 大盘 大盘是跌的 他是 这个过这个 这个过这个 他是收最高 那你说呢 他会不会继续涨 会啊 那我在低档 已经跟各位讲 你要布局好啊 破线你就买啊 这里不是跟各位讲了吗 不是跟各位讲了吗 这里都没看到 这里就可以开始买了 怕什么 拿到这里做压低吃货 这里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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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低档 我都很敢买啊 我不像很多的头顾老师 是神经病 永远都在节目上面讲 什么赚很多 我哪里买 哪里卖 哪里买 哪里卖 你听到人在讲那个干嘛 无聊 所以低端测标 再跟各位讲 灰车到够人 灰车塞到够人 空方尽膨 然后呢 这里告诉你落底 那我已经叫用苹果股价 用稻穹 还有用加权 都跟各位讲了 那我还有没有 其他特殊技术分析 有 我不方便跟各位讲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参加我更好 为什么 因为在低点啊 但是我跟各位讲 一般在低点 赏户会不会参加会员 不会 赏户都是涨上来的时候 再参加一个头顾老师 其实那是错的 一个头顾老师买在低档 那个都是赏户不敢买 也是赏户 不会参加这个老师的会员 那我现在今天就工 就开成布工跟各位讲了 你想要赚被动元件 想要买低档的 现在都是在相对低档 或是细晶元的 就欢迎来找我 那我讲这句话 只能吸引十分之一的人 因为这些人是少数的赢家 听得懂吗 你参加头顾老师 是要在低档买 不是涨上来再买 不是看到这个老师 讲一档股票涨很多 你才去做参加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那你跟着我就是低买高吗 现在就是一个所谓的机会 那你也可以参加我赖族群 赖会给各位什么 一般头顾老师赖就是在上面 就是拌催费 为何人都说他什么赚什么赚很多 我跟你讲 你听得在讲绩效 你就打成就对了 我给各位了 都今天算明天的双关价 三关价扣高低转折 还有低档出量股票 还是速度比较慢 速度比较慢 没时间讲了 那想要学的就来吧 我会帮你变高手 你永远会低买高卖 只要买在相对低就OK 卖在相对高 那认同我的 你去参加 我今天参加了会员 在这三天 就今天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三天 只要你参加的 你都有一对一的教学 我亲自教你 我一个一个教 我是你参加一个 一个头顾老师 这个老师愿意花时间教你 而且教你是 很特殊的特殊的技术分析 你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了解吗 我三十几年经验跟技术 愿意要教各位 那看各位珍不珍惜 你把我当成chip 你把我当成小学 那你就错了 我只是在印有缘人 那今天入会了 都有一对一的教学 我会安排时间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回到现场 再跟各位继续谈 好 今天入会 一对一的单独亲自教学 我会教你 那请你播 02389 8689 02389 8689 费用非常低廉 启发头顾 启动财富成长 发现幸福人生 想带家人出国旅游 却难以实现 想为家人换车 你却迟一了 也让缺钱成为你的理由 让启发头顾 协助爱家的你 达到幸福美满的家庭 选择启发头顾 获利轻松入贷 致富专线 022389 8689 022389 8689 启发头顾 您是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启发头顾 当您启动至上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再见 022389 8689 022389 8689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从现在开始到过年后 农历年过年后 的这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是多方掌控 是在相对低 那指数从一万一千两百多跌到现在 跌了接近多少 快两千点了 很多人就看坏 跌两千点看坏 对啊 然后呢 苹果股价在低档 然后我刚刚用稻穷算给各位看了 我用苹果股价算给各位看了 那也用稻穷的周线算给各位看了 那我们看一下加权的月线的部分 扣低转折 来 我跟各位讲 在这里 在这里是扣高转折 这一万一千多 11097 那我们算出扣高转折 会跌 那跌了 跌下来以后 这两三四五 对不对 现在是一月 一月 今天才一月的月初 初四 元月四号 扣低转折 那这里是破线 是压回 那你抗坏 对不对 做股票不是这样子做的 那这里是破线 带下影线 稻穷 已经跟各位讲过一次了 苹果股价 还有没有 我会再讲其他的吗 当然还有 时间不够没办法讲那么多 那我只跟各位讲 我跟你讲 在低档 现在买股票是 很多人是不会买的 现在很多人还在放空 背痛元件 放空细晶元 高档不放空 低档才在放空 我跟各位讲 我已经是在相对低点了 那在相对低点的话 你可以放空啊 你再继续担散户啊 反正散户永远是追涨杀跌 了解吗 这波多少人 国具买在四百块以上 那我说跌破309以下随便乱买 对不对 现在跌了越多 做多利润更大啊 昨天告诉你 我今天会买 我今天要不要买 有啊 有我怎么没买 好来来来 再打一个 打一个口子做技巧 我都是在低档这里买 这里我都很敢买 买买买 有什么不敢买的 做高档是在低档买 是在碟市买 不是 好这国具哦 不是涨上来才买 之前我们跟各位讲过 二九二的时候 告诉你起涨 你会买 那才有鬼 第一次在这里买 那我跟各位讲 会来到 会融 你在这里融券 会被融券断头 会来到四二六 结果来到四一五 那下去以后 我跟各位讲说 在三百一十几 三百零几 三百块跌破 你要更要买 OK 做股票是在低档买 不是涨上去才买 你如果都是在涨上去才在追股票 那是不对的 那五四八三 告诉你 这里我开始买 这里我用力加码 现在在这里 老师还没涨 老师没涨 我不参加你会员 等涨上来你参加的时候 我要卖了啦 听得懂吗 我在低档买的时候散户不会买 等一档股票涨上来 散户认为好了要参加会 我就卖了 就跟二三二七一样 一堆人在这里买 好 再跟各位讲的是 今天落底 已经讲落底了 然后下礼拜一以后开始涨 这短线的 短线的 下礼拜一开始它会涨 那信不信那随便你来 那是你的事情 我只告诉各位 现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它有三个月由多方做控盘 你是在做放空吗 你不敢买吗 对你若放空你错了 你不敢买你也错了 就这样 那认为我会对的 就欢迎你来跟着我 我会教你 我会抓高点低点 不是用单一技术 这个只要你是我会员 我会教你 那今天入会的 都有一对一的 我单独亲自教学 注意广告中时代电话 那也可以成交赖族群 我每天都会事先给各位 一些所谓讯息 好 祝各位下礼拜 超版胜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